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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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有不一樣的空氣的味道 乾乾的 無吸一針乾乾的味道 沒錯 超爽喔 我們剛剛從機場 然後 後面還是我們的Uber 然後我們 又失差 講不出話 因為坐車坐滿久的 坐了兩個小時 現在剛好又是下班時間 不可能去搭地鐵 我們又有很多行李 車上也滿賽車的 我們現在到我的大學同學家了 非常的興奮 開門喔 嘿 這位小姐 趕快開門啦 會有貓衝出來嗎 會啊 會不會 第一次來你家欸 好對不起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大學的 好同學 子撲 然後我們已經 很久沒有見面了 這箱 這箱才是我的使命 帶了超級多他指定的食物來 很誇張 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請問 請問 是有多愛吃泡麵 請問 然後這個 喔這是必買 這造成我人生很大 困操 這邊的人洗內衣沒有 這個嗎 沒有好的 欸可是我跟你說 我們原本訂的那個 後來沒有來 我後來又衝去台龍 然後我就買了這三個 就不一樣的 還有很多這個啦 來一客 喔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你幫我們準備 這是什麼料理嗎 就是 完全都不是我記得 哈哈哈哈 超市買的啊 不是 是餐廳買的 餐廳買的 餐廳買的 對啊 是Landos 是這邊的 國名料 喔 現在外面就是 非常的舒服 跟你說 倫敦這邊的天氣 真的太好 我覺得我非常的幸運 讓我來喝一下 倫敦的咖啡 怎樣 怎麼那麼好喝 哈哈哈哈 做一些爛效果 我這一次來倫敦 主要是來找我大學最好的朋友 然後我跟他已經有 大概兩年沒有見面了 一決定要來倫敦的時候 就立刻去查機票 然後發現哇 機票都超貴的 還好 感謝本集的財神 Shop Bag 來自倫敦的鼓掌 我接到Shop Bag這個合作的時候呢 我媽就跟我說 我姐只要在台灣的時候 網購都靠Shop Bag 因為Shop Bag有現金回饋 省了超多錢 然後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天底下哪有這麼好康的事 但我這一次實際使用 哇咧天底下就是有這麼好康的事 Shop Bag就是亞太區第一的現金回饋平台 那他到底可以幹嘛 反正呢 就是從 我們日常所有的生活 3C 美妝 旅遊 居家 這些通通都有 然後Shop Bag的操作啊 其實就跟我們平常網購是一模一樣的 只要一個簡單的動作 就可以直接獲得現金回饋 而且他的現金回饋 是累計無上限的 然後這個回饋金 只要累計到200元 就可以提領到指定的帳號 這個錢是可以實際拿出來 我真的嚇一跳 然後像是用信用卡 或者是行動支付結帳 本身那些信用卡 跟行動支付的優惠 是可以疊加上去的 所以像我自己平常都是使用 有里程的信用卡 我使用Shop Bag 除了有現金回饋之外 信用卡本身的那個里程 那些回饋都還是有 大家都知道現在的機票 是比過去還要貴的 像我們兩個人來倫敦的機票 要十幾萬 然後我透過Shop Bag 從熊獅旅遊訂機票 居然還有600多塊的現金回饋 欸機票這種不二價的東西 我第一次聽到買機票 還有辦法拿回現金的 另外我自己本身的信用卡 又有里程的回饋嘛 這種洗上加洗的感覺 真的非常非常的讚 就覺得 哇 有撿到跟有賺到的那種感覺 對Shop Bag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使用底下諮詢欄的折扣碼註冊 這個折扣碼超讚 像我這一次呢 是用省移的折扣碼註冊的 我就可以直接獲得 100元的回饋金 所以歡迎大家把個人的折扣碼 分享給三五好友 大家在一起多賺個好幾百 是不是真的超讚 再來喝一口倫敦的咖啡 我要準備出門囉 好不生活 該不會咖啡是空的吧 今天是倫敦的第一天 超開心的 呼吸到不一樣的空氣的感覺 真的好爽 我們現在呢 要去吃飯吃午飯 其實現在已經快要三點鐘了 但我們第一天想說睡晚一點 因為昨天還有時差 像昨天我就是吃飯到一半 我就快要昏過去了 因為太累了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要去找東西吃 天氣超好的 我們現在在那個 我們現在在那個 Kings Cross 我們在Kings Cross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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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ss King Cross 的 一間 早午餐點 然後我們坐在戶外 因為天氣很好 當地人都會坐戶外 沒有啊 一堆當地人坐在裡面 開什麼玩笑 坐戶外很爽耶 它的口味很 很清爽耶 我的這個 你的好多香菜 今天是 21度 天氣超好 然後我們 我們來看一下台北 據說台北在下暴雨 我現在沒有啊 台北26度 差不多 嗯 但 倫敦很乾爽 它的那個濕度 只有42 所以整體就是 不會流汗的那種 感覺 我剛才出國的節奏呢 就是 起床 喝咖啡 出門 找東西吃 吃完之後去逛街 逛完街 再找地方坐下來 然後坐坐坐坐 坐到差不多要晚餐的時候 再去找晚餐餐廳 然後再去喝個酒 這樣度過一整天 我們的那個出國的主題就是把自己當成是當地人的度假模式 沒錯 就是 一切步調都很慢 我不是那種會特別把一整天都排非常非常慢的 因為我覺得那樣會太有壓力 然後 其實沒有什麼度假感 所以我喜歡一切都放得很慢 可以一天排一個行程 然後剩下就是很隨性很自由就好 我們剛剛非常的糗 很堅持要做外面 然後 店員就有問說 你們真的要做外面嗎 我們就說 對啊對啊 然後 然後陳寗就說 你剛剛說什麼啊 我說 來歐洲就要做外面啊 享受這個陽光 殘忍 殘忍 韓風見面 頭很痛 剛才就是吃到一半覺得 冷風一直這樣吹到我的頭 裡面覺得好冷喔 然後我們又默默的就是 我們都已經快要吃完了 又默默的就是把飲料 還有剩下一點點薯條 拿進去 裡面坐著 然後就有人傻眼 好我們現在剛吃飽 然後要去鹹礦 看起來超級愜意的耶 坐在這邊曬太陽 現在來到coast 然後 這裡的coast好漂亮 然後又在打折 有點忍不住 但是我等一下要去看表演 又有點不想要拿大包小包下去 大打折耶 真的假的 現在進來 阿佩西 然後正在打折 就立刻買了一件 這個袋子超級可愛 是他們現在不提供紙袋 然後要 三塊錢 原本說今天先不要購物的 殊不知 剛才覺得有點冷 立刻把新衣服給穿上 我覺得你等一下也會先穿上 因為就是變冷了 我還好不怕冷 那你剛才在冷什麼 我頭髮怎麼那麼亂 怎麼樣目前感覺 就是 好像在做夢 然後你剛剛說 我來到這邊阿 我覺得我駝背都好 就整個神清氣寵 腰桿都挺直 所以你可能要移居國外 才不會駝背 是這樣嗎 我不確定 但應該蠻有可能 好可怕 無機之談 無機之談 我們晚上要去看一個佛朗民歌舞的表演 然後是七點半 現在是六點半 給大家看一下 六點半倫敦的天光還這麼的亮 超亮的 我們走到這附近要 先找個地方吃點小東西 然後等一下再去看演出 他這邊有一個小戶外 然後我點了一杯白酒 還有一個沙拉米 但它是做成這樣子 特別 Cheers 在這邊也是要實行 對眼 是要跟鏡頭對還是跟你的等 都可以 對眼對到放 挑戰看看 新型態的沙拉米 這麼一顆吃阿 不會很鹹嗎 真的很X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好吃阿 有沒有很像蜜餞 有一款蜜餞 外面也是這樣白白的 嗯 好吃耶 好吃 超沒禮貌 有時候我們可以 一些Charity 我們剛才在說 因為我跟子扑已經認識十年了 然後當初我大一的時候 還偏胖 然後他就說 他心裡面就 暗暗暗暗暗的 就決定說 不會跟我當朋友 殊不知十年後 唯一有聯絡的人是我 哈哈哈哈 劇院的地方 喝的滿紅的齁 好現在演出快要開始了 然後我們就準備要來看演出啦 我們剛剛看完演出 然後我本人大概睡了百分之七十 就是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 大概是十差吧 哈哈 現在要準備回家了 掰掰 出門了 來到Hoban 我們要去 柯芬園 要去一間飯店的 餐廳吃午餐 我們今天出門 三個人都覺得 特別的疲倦 不知道為什麼 就在地鐵上想說 欸是不是 有點累啊 怎麼會這樣 可能是因為 那個地鐵上 蠻 蠻溫暖的 所以就是睡意來襲 那現在出站之後 就覺得 很涼爽 這邊太陽其實蠻大的 但 好像沒有那麼曬 而且不會刺 還是有一些 我們自己心裡面 有一些濾鏡 歐洲濾鏡 又開啟了一些歐洲濾鏡 高尾度濾鏡 真的很舒服 有風 好 竟然有人給我穿短褲 什麼意思 來歐洲就是要穿短褲而已 你不要再 亂幫歐洲貼標籤了好嗎 這是我們現在要來的 餐廳 外觀真的很美 Nomad 怎麼樣 在地人也沒來過啊 在地人也沒來過啊 好好笑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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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美的 光臭灑下來 然後在這邊用餐 好辣 嗨 嗨 嗨 暈 是用玻璃圍門 然後整個用很多的那個植栽 然後用綠色的油漆這樣子 好漂亮 然後我們現在坐的位置呢 是比較靠近邊邊的位置 那中心地帶的上面是空的 所以中間的人感覺快被烤焦了 那這邊景非常的好 就是整個氛圍 然後跟環境很爛 但同時也很貴 我們今天點的 他這邊是都是set menu吧 幾乎以set menu為主 然後一個set是45塊 大概兩千塊 是嗎? 我不知道耶 差不多兩千塊 還不包含服務費 然後也不包含水 我看水應該也是要另外的錢 還有飲料也是另外的錢 所以這一餐應該要得 一個人可能要三千塊 沒關係 出來玩嘛 開開心心啦 難怪這邊人看起來都很有錢 只有我們一桌像是來參觀的 就大家都還蠻融入這邊的 然後因為我們還在那個錄影 看起來就是更像的 觀光客 更像觀光客 但我真的覺得整個空間很不錯 送來了一杯這個番茄的冷湯 我覺得我也做得出來 現在上菜了 然後其實菜單 都有點難懂 反正我點了是一個 有提魚醬的 的餅 然後下面配了很大一球 cheese 很大一球 超大耶 它跟籃球一樣大 兩點的是 酪梨吐司 酪梨吐司就是 酪梨吐司 可想而吃的味道 它上面有一些調味料 然後配龍鬚菜 也是算好吃 但我喜歡那個 提魚麵包上面的那個醬 那個醬 我覺得蠻好吃 喔提魚好香喔 好吃啊 它的酪梨吐司是那種 有加檸檬汁調味的 所以整體是清爽 但是我先對這個45塊 打上一個問號 剛剛等這個主餐 算是等了 一個小時吧 一炷香的時間 我點的是牛肉漢堡 是怎樣 喝太多 開始在微醺 然後它漢堡賣相 看起來非常的 簡單 簡樸 跟 簡約 簡約風 我點的是簡約風漢堡 有點讓我嚇一跳 它那個酸黃瓜 呈現得很隨性 酸黃瓜是這樣 然後楊成寅點了一些 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的 我甚至也忘記要 S開頭的 好吃啊 好吃 它裡面有一些 橘色的 類似沙沙醬的感覺 不是沙沙醬 那叫什麼 千島醬 那 紫鋪你的是什麼 還不錯 三明治 雞胸肉三明治 松露之胸三明治 複醬 我覺得漢堡賣相 普通歸普通 可是它那個牛肉還是 好吃 處理的還不錯 你的咧 它就是 它到底是什麼 燉番茄醬 然後 有一些 起司跟 煎蛋 不知道是哪國料理 就是感覺是 某個異國料理 然後它就是裡面都是 番茄醬 聚集在一起 然後配一些 香料這樣 然後 沾麵包吃 對沾麵包吃 好吃嗎我吃一口 平洋午餐肉 醬麵的味道 真的是 有一點 回台灣感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 剛吃飽 然後 要去逛街囉 一成不變的行程 吃飯逛街 喝咖啡 會不會去睡覺回家 每天都是這樣 很開心 剛剛瞬間 就買了一個小屋 這個是Multon Brown 這裡的牌子的洗澡啊 香水的 的品牌 現在要繼續去逛街了 柯芬園裡面 就是有很多的小店 然後現在台灣很紅的 這個Venki 巧克力也有 人超多 這邊有Shake Shack 但是我現在好飽 我有一天要來吃 好想念Shake Shack 我現在看到了一個很讚的東西 我已經有點要瘋掉了 我們為鼎泰峰鼓掌 好讚 而且也在排隊 我們來到阿拉比卡 然後要買咖啡 你要不要講一下你上次發生什麼事 我需要雪茄 我在香港的時候 排了大概半小時買阿拉比卡 然後喝了不到三口就 打翻 打在地上 哭不出來 差點哭出來 因為真的要排很久 所以這個已經稍微轉一點了 想說來打來看吧 但之後台北都要開啦 應該也是排了大概三個小時吧 那這邊排比較划算 久違了阿拉比卡 不要打翻囉 我現在要把我當年的份喝回來 因為他要點兩杯的 幫當年的自己再買一杯 好好笑 好喝嗎 我要多喝三口 因為當年是喝 因為可能會打翻 所以先喝起來放 HAPPY HAPPY 很開心 超舒服的耶 其實我們每天VLOG的內容都一樣 就是好舒服喔 天氣好好喔 好開心喔 好難看喔 阿可是就是事實阿 沒辦法 我發現了我最愛的小天使 但我現在一樣吃不下 改天再吃 我就是有帶一台派利德來 然後楊晨琳在那邊取笑我說 現在誰還在帶派利德 不好意思 這邊有一間很大的派利德的店 雖然裡面沒有什麼人 但是 但是應該是蠻流行的吧 剛剛去逛Coast 然後 一無所獲了 想要的東西已經沒有尺寸了 現在來對面的這個Arcan 我好像上次來有逛了一次 沒什麼印象 但現在就來逛一下 傻眼貓咪 他說六點了我們要打烊了 六點了我們要打烊了 OK 完全忘記今天是星期天 所以有非常多的店 六點就打烊了 所以我們決定今天就回家休息 然後我也要工作一下 明天再戰 今天是一個很愜意 然後 毫無收穫 不會啦 不能說毫無收穫 有買 我所謂毫無收穫 是指說沒有買到衣服 對 但還是有去到很漂亮的景 你為什麼要變菜歸 欸 既能撒醒喔 掰掰 你有必要這樣嗎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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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一集的倫敦Vlog就到這邊啦 感謝本集財神ShopX贊助播出 對ShopX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參考底下資訊欄的連結註冊 透過連結註冊成功 可以獲得100元的獎勵金喔 真的有夠讚 倫敦Vlog我們下一集見啦 掰掰